我们不仅要在边境上展示自己的实力 包括中国您一直提示一个海权大国 我们不仅要去白令海 我们要各方海各方大洋都要去绕一绕逛逛一逛 这个是英国天空新闻网8月9号的时候发了一个新闻 我觉得他们的发新闻很震惊 他说两艘中国金舰在英国护卫舰李氏满号的密切监视下 穿越了英吉利海峡 先跟大家说说英国李氏满号1995年服役 明年他就30岁了 跟我一样大 然后是4000吨级的 性能比较落后 但中国这一次的舰队是什么呢 052D型胶作舰 7500吨大型驱逐舰 装配64单元导弹垂直发射装置 还有舰载相控阵雷达等等 另外他还跟了一艘大型的综合补给舰叫做红弧舰 所以我就想说这个应该不是他们来跟舰吧 应该只能跟踪吧 毕竟面对中国的这种配置他们也不能做什么 同样我跟千哥提到一下 我就比较细思极恐的是 这一次的战舰阵容 我就看了一下 他是参加完俄罗斯海军节之后返回的路径也是一样的 路径是怎么呢 从波罗底海到北海再到英吉里海峡 从直布罗陀进入地中海再经过苏伊士运河回家 如果来回这样穿的话 你发现他已经穿了两次了 这个8月9号的这一次只是第二次了 千哥帮我们分析一下 三周穿两次很厉害 故意的了 故意的 这个道理很简单 就是过去你们北约的国家 就到每次到我们家来 然后就好像吃定你们可以到我家来 我没办法到你家去 就在大拉拉的 连荷兰都来了 这个小国连荷兰都来了 英国 荷兰 法国 德国 甚至连意大利都跑到中国的家门口 而且不要忘了英国还要把他的航母 派到印太地区来 是 他摆明的是什么 其实各位 战舰你把它想象成为在海上的一个坦克 也就是说 他是激动的 移动的 但是他有这个金属壳把它包起来 所以他第一个不容易被打到 因为他有很多的防空导弹 第二个因为他是一直在移动 第三个因为他有逆中的功能 比他不容易被发现 然后第四个 就是因为他打到的时候 不一定一枚就能够集成 一般来讲不见得都不容易把它集成 可是他的舰载武器 本身就是像坦克的炮弹一样 他就可以对你实施攻击 而他的火力更加的强大 那你想想看 052D就是64垂直发射 那当然还有其他的多管 还有机炮等等 还有其他的发射载区 好 他7600吨 而且他是很新式的 一个流线非常漂亮的 而且他有比较高度隐身的 这样的一个战舰 那这个战舰等于是他 当他穿梭在阴极力海峡的时候 就告诉你说 他可以装常规弹头 他也可以装战术性的核弹头 换言之也就是 他可以打到你伦敦 可以因为他的舰载武器 可以打得比较远一点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他的作战能力就强了 我们各位把它在想象 退回时间更远一点 当时英国在打中国 就是我们所谓的鸦片战争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从海上 他的舰发炮去打中国的 这个澳门跟中国的广州 对 所以那个时候叫做炮舰 对 就是炮舰 其实现在的导弹驱逐舰 就是炮舰 然后再加上一个综合补给舰 他不但可以供应 这个船舰所需要的燃料 他也可以满足他所需要的炮弹 那也就是说 鸿湖就是在后面 当他的这些炮弹打完了以后 他还要再补给上去 鸿湖的任务就在这里 再继续给他炮 继续去封 那今天穿越英吉利海峡 就可以封到英国 往南就封到法国 那么再往东的时候 就可以打比利时 再远一点点就可以打到荷兰 然后再来就是德国 所以你欧洲的这些北约的国家 你有事没事就跑到中国的家门口 未来中国也会有事没事 就在你的家门口 在那里晃悠晃悠 那换言之也就是说 未来中国跟俄国 如果有更紧密的军事合作 那也就是说 现在是中俄在北海 也就在日本海 南海 还有在白宁海峡 那俄后斯科海峡跟这个北美地方举行联合巡航 那为什么以后中俄不能够在这个北大西洋来进行联合巡航呢 可以啊 今天是你俄国到我们中国这边来联合巡航 未来是中国到你俄国那边去联合巡航啊 所以未来中国的舰队不是两艘战舰而已 未来中国可能一个舰队 要不就是直接派驻在驻守 在这个圣皮德堡的军港 然后有事没事就到这些家门口 去跟你们打个招呼 说我来了 英国我来了 这个法国法兰西我来了 德国我来了 你们什么时候到我家来 我就什么时候到你家去 我再连本带利奉还送你一次 我想这样子大家玩来玩去就很开心嘛 那他们就以后就慢慢的习惯了 插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五星旗就旗帜飘扬在北大西洋的海域 这多美丽的景色啊 那以后我们的华侨 以后在这个地中海的蔚南海岸 在这个地方躺样做游艇的时候 就看到中国的军舰来了 跟大家打个招呼 然后他们就开始唱起 这个我的祖国 对不对 一条小河 一条大河不是小河 波浪馆 对波浪馆 对不对 有朋友来了 有好酒喝嘛 对对对 那豺狼来了 有猎枪嘛 那就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 哎呀 我们的很多华侨 或者很多华人在地中海 躺在那个地方晒太阳的时候 看到中国的军舰来给你打招呼 他内心里面会澎湃汹涌的 会热血沸腾的 这是好事情嘛 英国也应该觉得这是好事情嘛 都是有航行自由 你有航行自由 我也有航行自由